道理愈講愈明白 真相愈滑愈清楚 这里是愈講愈有理 听众朋友好 收听的是希望之称愈讲愈有理 我是主持人七头 今天做我们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露桥女士的露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继续是武汉病毒 现在在中国大陆的消息传出来说这个病毒很可能是由美国制造出来的 之前石头已经提醒听众朋友了 如果是有这样的指控的话 就一定是假的 所以现在也是 真的出现了这个问题了 信不信自己去判断 但是我想问露桥的就是 川普和习近平不是一直说是好朋友吗 川普这段时间以来似乎都挺维护习近平的权威的 那为什么中共还要找川普或者找美国呢 作为出气筒或者看死鬼呢 习近平其实非常之心去 他知道这次他这件事很大 搞到很大 所以他是急不及待 就是在中共还没控制到疫情 他所谓的人数的减少大家有解读 就是因为他要配合他那个上班领 有大家一起上班 如果这个数据你是真的去分析的话 是几乎没可能的 为什么呢 中国这么多的城市 居然加加上只有200多例 绝对白负负责还是武汉的 这个是不可能的 是不符合逻辑的 当然我们没有证据是不是 但是但是你如果是 我想就是大家看了这么久的消息 从各方面去推断这个数字 都是做出来的 好心虚 所以他要快要找一个人做死鬼 他找美国 那个如与算盘其实都是 我觉得是打得很差的 这次中共找美国做替死鬼是打错了算盘?为什么呢? 就是他以为这个自由世界饮得他 你喜欢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 人家就没什么可以拨打你 人家就会相信你们所做的那些谣言 在中国大陆可能可以的 但在海外是绝对没可能 正是所谓你讲一句我讲一句 你没有证据的话我一定可以反驳你 但是国内就OK了 再加上就是在3月1日 他们正式通过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 很长的 就是明正言讯的说给你招呼网了 简言之就是说网络的控制进一步 非常之严厉的 搞到现在大家都说是一个网络屠杀 那些网友是这么说的 以后都不容易翻墙了 你翻墙可能就会被控以颠覆国家政权 破坏国家统一这些罪 这个规定主要内容就是生产者 就是谁在网络上 比如我们就是生产者 我和石头这次做这个节目就是生产者 或者你写文章 什么都好 你是不可以制作、复制、发布任何违法的信息 包括危害国家主权、洩漏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 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 歪曲丑法、洩毒、否定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 或者是侮辱、诽谤或者用其他方式去侵犯这些所谓的英雄烈士的声明 他们的样子、他们的照片、他们的名语、他们的永语 以及严禁所有的诽谤、威胁、散播謠言、侵犯他人隐私、 人欲搜索、流量造假 哇 真的很多东西 几乎没有东西 包括在内的 他这个就是为了将来全面控制网络信息 就提供了法律的依据 这个就是中国大陆他制造法律 他用一些法律来治理的 他什么不喜欢他就弄一条法律出来 以后抓你 锁你 就有根据了 锁了多久都有根据了 所以他们用这种方式是绝对的控制 为什么要绝对的控制 以前都控制的 但是为什么现在要更加的控制 因为他知道在中国大陆 因为这次的疫情 表面上大家还是信民 你访问他都说政府对 但是其实他知道民众有很多是很愤怒的 你不要以为他们是愤怒的 他们知道中共究竟搞什么 所以他很怕民变 就是怕你们拿太多信息翻牆出来 拿到什么信息的话 你们里面会做一些事情 其实当时中美贸易谈判的时候 历史文化学者张天亮先生也说过一段话 他说你衡量一下中共老不老实 想不想做到他答应的东西 很简单 就是看看互联网是否开放 当互联网不开放的时候 其实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平白 可以造假 什么都可以做在中国大陆里面 那你说叫他们信息流通 信息透明 这些就是说谎 所以他说用这个来衡量中共是否老实 就是一个标准 现在看来 由于信息方面不流通 使得中国大陆的民众根本不知道 在中国大陆意外的信息是怎样的情况 所以也是听信了中共的一个宣传 使得他们也不知道在海外 或者在全球现在的疫情 或者是全球里面的信息是怎样的 刚才六条说到什么翻墙 这些以后都有罪 为什么人家要翻墙 就很简单 人家想知道真实的信息 想得到真实的资料 翻墙出来将中国大陆的真实信息发布出来 这也是让我们海外的人 更加了解或者清楚中国大陆的事情 现在说不让你翻墙 所有的信息都会被平拜 这是好事或坏事 我们看看这个在上海的P3实验室 他们公布了他们研究这个病毒的图谱 他们的图谱公布出来之后 出现了什么效果呢 第二天就被关了 因为他们真的拿到了这个病毒里面 图谱里面的证据 根本就不是来自于国外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上不关都不行了 因为这个证据已经出来了 所以你看一下 现在在封锁这些消息的话 使得我们在中国大陆以外的民众 根本就不知道中国大陆在发生什么 而中国大陆里面自己的民众也不知道自己身边 甚至乎手为远一点的地方在发生什么 那你说它危不危险呢 而互联网的信息流通 其实也是中美贸易谈判里面的一个重要一环 可能会在第二阶段会谈这件事 如果中美贸易谈判第二阶段不谈这件事的话 我认为美国这边是失策了 而那时也很可惜的 我们海外的华人朋友 也是随之起舞 这件事是非常可惜的 在这里收到这么多的信息 他们都不会相信 只是相信他们在中国大陆里得到的那些信息 那些全部都是经过了审查之后才出街 怎么会有真实的信息出来给你看 第一怎么会有这个你想看到的真实情况呢 根本就是他想给你看的情况 其实在目前这些情况之下 最容易看清楚中共的嘴唸是什么了 接着也很好笑的就是 出了一本书叫做《大国战役》 是一本书 《大国战役》这本书是什么内容来的 它是紧急编辑制作的 这本书基本上就是突显了 习近平的英明领导他很决断 他那个领导是非常之卓越 另外就说一定要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树立了习近平在这次战役中的首要地位 就是这些什么东西来的 如果按照你所说的这本书的内容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看来就是既荒唐又可笑的 但这本书很快就落架了 是啊 什么原因呢 因为实在也太难看了 张立凡先生就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 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他说得很到位 他说喪事都没办完 就这么快就送起帖 就是中国大陆还有疫情 还是非常之严峻 你就急不及待的这样去歌功仲德 但是我想他的阻力都可能很大了 这种阻力可能来自是党内的 所以很快就下架了 这本书是没有再继续在坊间有得买的 这里也看到习近平他真的很心虚 他第一部分骂美国他就要嫁祸 就是他要把责任不要 这一次那个严控的舆论 刚才我们所说的怕民变 这个歌功仲德其实就是去稳固自己的位置 无论这个疫情是输是赢 从他的角度 他都要稳定自己是第一把交易的位置 特别是一点光都不能给李克强 先不要说他给不给李克强先 你不要好对抗疫情 你在说自己的地位的稳固 分明就是政治利益高于一切 就是政治挂帅 这样做的话真是视人民的生命如草戒的 所以他在心虚之下他现在就用这三大的策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陆桥才说习近平用这三大策略 第一个策略就是嫁祸美国 第二个就是丰富联网 第三个就是要树立自己的光辉形象 从这三个策略里面看 没有一样东西是为疫情 为这些灾民或者为这些中国人真正服务 习近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刚才说了为什么这样做 说了一点点了 这次因为全球已经有六十几个国家 已经有染到这个病 不同程度的了 大家都知道意大利、伊朗、韩国那些就很厉害了 你国都开始厉害了 我刚刚听到今天是星期一 有五个人死了 所以他知道是这个大祸来的 他让成大祸 全球迟早要追责 我们上次说了 中国人在很多地方都有被人恐慌 不一定是排华的 恐慌、据华就是排斥你们 或者是敬而远之这种情况出现 但是这个现在知民众众 各个国家只是想着如何去控制疫情 还没有去到追责的部分 但是迟早这件事情一定发生 现在人民的反应就很直接的 我看到你中国人我走开 我不想看到你 你不要跟我说 你不要在我面前说话 你起码在我五位以外 或者我不想跟你同一个巴士 我怕你打一次会影响我 就是平民百姓的反应 但是政府来说 他知道迟早有人向他追责 所以他很心虚 很害怕的 党内压力都是很大 除了民憤之外 一般人的憤怒之外 党内的压力是很大的 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搞到很大件事的时候 虽然现在来说没有一个人表面上是可以推翻他 但是你不知道这些东西 酝酿酿酿到一个时机 可能突然间有堆人 他们登高一呼 说你已经是没办法再容忍你 你继续下去 就可能下面几万人 或者几十万人 下面体制内的人就呼应了 这样的恐怖时刻 习近平是很清楚的 这个时刻可能任何时候都会来 他说到这里 又令我想起了当年的罗马尼亚 的党魁齐奥塞师傅 就是有人震备一呼而推翻了 接着要说说经济就相当差了 我想大家都有看到就说 大陆有所谓的PMI 就是这个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那么它跌到就差不多有史以来最低的了 如果是以50为合格率 所谓的荣辜线 现在就是政府以它自己计算 就已经跌到35.7 就是距离50差很远 那么如果是这个财新网呢 财新网是专做一些中小企业的 就是民企的 那么也都是跌到是40.3 那么这个就是可以说很触目 这个已经是中国大陆自己拿出来的数据 这个数据很多水分 我相信 但是没办法说它哪里有水分 但是就算它很多水分 不是一个老实的诚实的数据 都跌得这么惨 那么所以我想习近平都知道 就是这件事经济搞不定再下去呢 它前面的路很艰难 所以它在这个时候能够将它的责任 这个疫情的责任全部拿走 然后将光环抱在自己头上 它以为这样是比较安全的做法 我觉得就是皇帝的心意了 人人都觉得它蠢 它自己觉得自己很聪明 那么没得说了 就是用这个方法 另外就是有一件事 我想大家在这里讲一讲 我们迟早都要讲的 不过我不想太早讲 就是这个 中国的林业和草原局 已经在前两天发了紧急的通知 要求各地做好黄灾的防控工作 它说现在这个蝗虫大军 暂时来说是4000亿 已经威胁到中国的西藏和混沌各地了 2020年就是今年的2月11日 联合国的糧食及农业组织 也都向全球发布这个蝗虫的预警 就是说它们是很厉害的 已经发了预警了 它们在东非一直飞飞到印度 和巴基斯坦 但是它是有可能去到新疆 或者去混南或者去西藏 你不知道它会怎样飞化 但是如果这个林草局 就是所谓的林业和草原局 都在这个时候发出这个警告 就不是简单的事 所以在前面的路来说 习近平就算没有了这个疫情 它都有经济下滑得很厉害 现在更加了 另外一个所谓的黑天鹅在酝酿着 所以这个时候它是很心虚很紧张 很没有安全感 就是这样 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 最好一个锅被人揹 接着将光环吐在自己头上 然后就控制人民的言论 不要让你们再有任何 好像李文亮那样的事件出现 不让你们说三道四 就是它的话 它认为这样就比较安全了 一个内心没有安全感的人 它的想法就是这样 其实全球都看得它很清楚的 大家觉得今次 如果你是看西人的报纸 英文报纸你也会看到 大家仍然没有人忘记过 它怎样去隐瞞疫情 大家觉得它 如果你当初没有隐瞞疫情 这个世界就不会这样受罪了 隐瞞疫情之中还要打压言论自由 也大家都不会放过李文亮医生的事件 在西方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当然其实我们比较 怎么说 经常都追着新闻的 中共它犯的罪 怎样只是隐瞞疫情 和打压言论自由这么简单 但是西方来说是这样看的 还有一样今次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就是它没有道歉 它还反咬一口 这件事是没有人可以原谅它 美国一定不会放过它 但是美国它现在做的事 它自己就做自己的事 它不会像中共那样 有百多万水军、网军、大小粉红、老小粉红出来 不是这样做事 但是它自己会有自己的应对方法 那我们就看了 听说现在有一个bill 可能就是会拿去讨论的 就是剝奪了美国人的公民的权利 这件事我知道不是那么多 所以今天我都不想说 我怕我说错了 但是我看新闻时代好像看到一些这样的东西 另外就是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都挺有趣的 它就说到以前就是 就说到去这个全球化了 de-globalization 就是不再全球化了 最好每个人都回到家可以自己种田 自己自给自足 那些生产连在自己的国家 要什么自己自给自足 不用不凄凉 不用像这次那样 连有个口罩 美国这么大的国家居然口罩都不够 所有医疗设备都不够 不是因为美国没有公司 而是公司去光了中国 中国又不准这些口罩出口 可以说美国这次也有很多东西要去学习 在这件事情上 现在来说那个我们叫做去全球化 就是不自己自给自足 但是现在来说进一步 就是de-globalization 就是远离中国 或者是说去中国化 已经有一个字 一个term出了来 就是说从此你远离中国 不要跟它碰上任何的关系 经济上的或者是其他的 旅游都不用了 我们不需要那么依赖中国人来旅游 以免他们两样东西 一下子就说他威胁你 你不做我的东西我就不让他们来 那就有损失了 或者是有疫情 他们上来你都不敢让他们来 所以是各方面的 是一个新的一个概念 就是远离中国 这个也是我们以前 在讲贸易的时候讲了 就是美国始终就是要通 这个中国就是或清界线的 就是他一定要将它怎么说 是隔离出来的 但是现在来说就不止是美国 欧盟最近也有很多消息 欧盟终于都醒了 他们认为跟中国做生意 是很多很多的风险 已经是很清楚的 经过今次疫情 是表达了出来的 去中国化就是跟中国脱钩 每个国家自己有自己独立的基础设施 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因为这种依赖少了 每一个国家自己的独立运作 尤其在政治上的 政策上的运作 都减少了外国的干扰 尤其是来自于共产国家的干扰 最后我有一个朋友 寄了一段说话给我 我觉得可以综合我们今次讲的 和上次讲的东西 这里我很快就读一次给大家听 他说聪明的人 看历史就会醒悟 善良的人接受了真实的讯息 也都能够醒悟 而无知的人 要经历灾难和血泪 才会醒悟 愚味而固执的人 是见到尸体都不会醒悟的 2020年现在才开始 但是中国已经改变了世界 世界也都必将重新认识中国 不是因为中国人醒了 而是因为世界醒了 那我就想用这个段子 就是结束我今天的评论 非常精辟又到位的总结 那你究竟是想做聪明的人 就是想做愚味的人 那自己去衡量自己去决定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你现在收听的是 希望至清越广越有理 拜拜